欢迎来到好机制聪明理财处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Jason 今天我们来谈谈AI新科技领行 防疫理财好机制 防疫期间投资不能马步 一起来深度剖析AI趋势与投资吧 那么为了遵守防疫法规保持社交距离 今天是应用远端视讯与来宾对谈 欢迎Shary跟粉丝朋友打声招呼吧 Hi Jason您好 华仔一路发的粉丝朋友大家好 我是Shary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这一集我们将统整询问次数较多的问题 今天都一一回复哦 好机制深购优惠未来还会举办吗 好机制优惠好评再延长咯 相关办法详见活动网页 客户透过好机制深购投资组 只要符合最低投资金额 完全免收任何费用 虽然随着全球趋势走向 AI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产业陆续把AI运用在生活 医疗集资金融上 在国内数有 无名的资金支撑富兰克林对于投资 AI相关产业的看法为何 AI的运用呢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呢 目前已经到无远佛界的一个角度了 但是呢我们在投资端更关心的部分是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它最会运用的地方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智慧城市 那我们以台湾来做例子好了 你会看到无人驾驶的公车已经在试营运了 那我们再用美国来做例子哦 大家目前关注的就是拜登的基础建设法案 他的法案呢其实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呢传统的基础法案 第二个新形态的基础法案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干净能源 我们会发现三个主要的重点 其中有两个 都是跟AI以及新形态的割技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很多的企业 已经跟银行来做融资 增加了资本支出 比较偏重在哪些的产业呢 包含了大数据 线上的交易 电子的商务以及航态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未来 AI在运用上面的一些趋势 那另外在投资端呢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呢投资在这些创新科技的一个基金的金额 相较于去年的同时间 也成长了三倍之多 AI本身的投资 必须要是我们投资组合里面的标准配备了 有网友询问小编 好机制的AI功能 是如何挑选投资标的 好机制投资组合四大步骤 一 去无存清 好机制先将华南银行销售的三天多档基金 删除不适合的基金 例如规模太低随时会被清算的基金 精选组成一个基金池 二 AI判断 就是用AI来判断市场走势 我们先用过去30年 包括GDP 利率等基本面数据 NACD与均线等技术分析数据 搭配列指数 资金流向等超过100种资料来训练AI 让AI可以更有效预测未来一个月市场的走势 三 精挑细选 我们针对AI预测近期会上涨的市场 利用短中长期动能 波动与相关性 挑选适合投资的基金 四 决定比重 好机制采诺贝尔得奖模型投资组合理论 搭配Breadedman模型 决定每一档基金投资比重 再来 网友想询问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旗下那么多基金 针对AI趋势的布局建议为何 其实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华南好机制的这个投资模组了 我们就会发现他就是AI在Fintech上面非常好的一个运用喔 那回归到我们对于投资朋友的投资建议呢 我想刚开始询问杰森一个问题喔 我们把投资的部分分成价值股跟成长股的话 今年以来价值股的报酬率比较好呢 还是成长股的报酬率比较好 应该是成长股吧 其实呢在今年以来呢罗素3000的成长股呢 到我们录影的这一天呢 它涨了12个percent 但是它去年呢却涨了38.26个percent 但是呢罗素3000的价值股 它所代表的部分呢 大概就像是金融啊 或者是能源原物料这些传统的一个产业 今年以来的报酬率高达了22个percent 去年呢它却只涨了2.86个percent 所以呢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再重新让您做个选择 在这个时间点你今天要投资的话 你要选择成长股还是价值股呢 我们不是小朋友 所以我们不要选择 今年成长股跟价值股 我们同样都必须要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 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来谈一下 华美的AI新科技基金 它本身投资呢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智慧城市 到了2035年的部分呢 其实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加州 都禁止销售燃油车 所以我想呢电动汽车以及智慧城市 就是未来另外一个投资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现在有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探访一些名医 即便这个名医可能在日本在美国 我们现在要坐飞机去看它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远端的医疗这个部分 也会是我们AI新科技基金 相当重要的第二个投资的重点 所以第三个AI新科技基金 所谓的投资主流的部分 就是在卫星物联网的部分 然后最后呢在这边 针对这支基金目前还有一个特色哦 低档产品呢我们有投资疫苗股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目前全球的科技趋势 或者是医疗的趋势都被囊刮在我们的 华美AI新科技的一个投资范畴之内 这是第一个成长型的投资建议 第二个价值型的投资建议呢 在这边我会跟各位建议一档平衡型基金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美国 10年期公贷值率相对偏低 也就代表债券的价格相对偏高的情况之下 如果以股市跟债市的投资 我们认为股市的投资是优于债市投资的 所以呢又要有领袭 又要有这个股市的收益的话 我们认为平衡型基金 是目前比较稳健的一个投资朋友 介入相当好的一个产品 那稳定月收益基金呢 他债市的部分目前是比较偏重在跟股市跟景气 比较有相关的高收益在上面 但是在股市的部分呢 他除了有投资在成长股的部位之外 另外他目前的一个投资稍微偏重一点 在价值型的投资上面 就是跟拜登的基础建设有相关的这些产业 但各位不用担心 他是有月配息的哦 他目前一年的配息率大概有5.5到6% 很适合想要参与股市投资 又想要每个月有领袭的投资朋友 纳入在投资组合当中 好机制的会员也会担心 当投资组合不适合现在的环境时 该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好机制除了可以帮大家挑选最佳化投资组合外 更重要的是 好机制有的再平衡功能 每个月定期检视投资组合 适不适合现在的经济环境 若出现偏离时 好机制将马上通知您调整投资组合 综合以上 可以说好机制帮你挑又帮你雇 帮你解决投资上的盈栏杂症 再次谢谢Sharo提供AI趋势的投资建议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帮大家再次复习介绍好机制六大特色 1.小额投资 2.随时扣 3.AI远选 4.投资多 5.多元扣款 6.神队友 如果没有时间 本金不足及不喜欢做功课的粉丝朋友们 就可以考虑华南好机制哦 好机制免收费用 优惠活动延长 相关办法详见活动网页 客户透过升过华南好机制投资 只要符合最低投资金额 完全免收任何费用 想开始累积财富 达成人生梦想吗 就是你 赶快加入华南好机制 扫QR Code 或是搜寻华南好机制 把握这个绝佳机会 感谢你们对好机制聪明理财数的支持 总共三级已全部扣印完毕 未来华南银行能将秉持服务客户之准则 协助客户达成理财目标 最重要的是 请大家要继续支持华南好机制哦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智能理财专家 学友跟大家说拜拜吗 拜拜